字幕提供 10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這種的 Friedman我之前講 因為我長時間看這些的 在美國一些知名的專欄作家的 我的文章 第一個我覺得Friedman 當然 文文人相親自古而然 我覺得Friedman退步 好 也許看多了之後呢就會覺得 那種 在過去看的時候呢那種的 那種的從洋媚外的崇拜感呢 可能可能消消退了一些 那現在看的時候呢比較能當我還是看了 但是比較能夠帶點批判性 但是Friedman因為他他是那種的 我 我我認為是比較古典的自由主義 所以他談這些事情 說第一個比較古典的自由主義 第二個呢非常的美美國的中中中中心觀點 所以他他認為的是中國失去了美美國 那第一個就說 中國 中國中國中國需要美國美國什麼 但我不是說國與國之之間 由尤其大國之間的 就應該的擺擺出一個呢一個 聖慶靈人的姿態呢就就就是 隨隨時呢都在呢對對槍我倒不是這個意思啊 我是說但是你說中國失去了美國 這個這個這個標題 因為這個是圓圓圓標題好 就是說報紙裡面的沒有沒有沒有 把他的下來標題原標題呢 Friedman 他就就是這樣子用的就是中國為什麼失去了美國 所以就是那個當然是一個一個對中國批判的觀點 但從這專欄做作家來講你也會你會偶爾看到他們的 對對美國的批判的觀點但是呢這些呢對美國批判的觀點 基本上面的都是對美國呵護有加 而且都是美國的美國的這種的 呃紅藍之間的政治都對對抗的立場 那談到中美問題的時候呢當然一致對外 但是呃這種的覺得中國好像好像非常需要美國是失去了美國 或者跟美國關係不好那中國呢就受很大的傷會我我認為 以今天美國對中國的那種修理出手之重會可是倒過來講 今天中國有可能不不失去美國嗎我說在沒有任何的可能性就是當今天的中國的經濟體量到了這個階段而意識形態中國又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國家的時候 沒有沒有任何的可能不失去美國 今天就算不不是中國就算就算中國就算今天有一天假假就是印度好了印度的體量如果說的到了中國這個規格的時候一樣好所以呢那個看一看就就就就好了哈 那不要不要不要太尋著就是說呢美國的那種的自我中心的觀點哈從美國看世界過去台灣台灣最大的問題呢就是從台北看世界覺得什麼事情呢都跟自己的自己有關那把台灣的放大到呢不成比例可是倒過來講台灣的另外的一個呢非常缺乏信心的視角呢就是呢從美國看世界覺得所有的這個世界呢完全的就是由美國人的眼睛呢來決定的美國的嘴巴來來決定的 話語權固然對了今天的西方的媒體因為現在全球英語化的關係當然是比較強勢的但是在談事情的時候呢就是論事的時候不要呢太美國的觀點從美國看天下從華盛頓看天下把自己不知不覺打扮成一個美國人 沒意思好那昨天的其實啊因為昨天上上邵康戰戰情室啦但談談了談了幾件幾件事呢我我覺得還是呢值得呢跟大家呢在這分享一下的其中一個呢因為昨天的中國中國時報談到了2025年的大阪呢要要辦要辦世界博覽會現在叫世界博覽會了在過去呢叫叫萬國博覽會大阪上一次呢辦辦世界博覽會呢是1970年那個時候呢日文 臺灣都用萬國博覽會好那但是你你要在去說1970年的萬國博覽會現在要2025年要辦的世界博覽會那是同一個博覽會好那那那叫那叫叫呃 那叫MIP的呃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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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的所主辦的那個那個是一個國際性的展覽的策展的單位你必須呢是那個單位的會員那你才有你才有 有參與呢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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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覽會的機會 那臺灣 臺灣都不是啊就全全世界有一百七十幾個國家呢是是是這個策展體系當然他他不是聯合國體系但他是一個大概有一百多年歷史的這樣一個策展單單位啊這個在 在二戰以前一戰以前的萬國博覽會呢就已經就已經一直在運作了一般來講大概沒沒五年辦一次了一般來講 那呃大阪的萬國博覽會呢是下一次那你上一次你印象比較比較深刻的是2010年20年因為馬英九在執政量兩個關係超好2010年上海市博會上海市博會呢跟跟三年之後呢大阪要辦的市博會呢是同一個體系的市博會我說每五年辦一次嘛1015 二十二五 好的大阪這次要辦市博會因為2010年的上海上海市博會的時候他除了上海的辦得很風光因為因為那一年 那一年對日本對西方國家來講2010年上海的市博會呢他標誌了一個呢中國崛起的年代除了2008年的北京奧運好那那是那中國第一次的辦奧運 所以何信呼來就是呃全全世界運動員的都都到了北京啊他就哇你北京的辦得非常的盛大鳥朝體育館的等等好就是要要看到看到看到中國的揮揮揮揮 可是真正代表中國中國崛起的那個意向那個國際的意向同時帶著商業跟文化的意向其實他不是在北京奧運而是上海市博會上海的中中就他注定是亞洲最大的城市 就算他現在呢在城市的體量上面來講可能跟東京啊都還在博伯仲之間但是不需要有一個懸念上海的作為呢長長江上下九省的總的總吞吐 他的地緣位置呢就決定了只要只要不要有任何的政治力想要去限制他想要去規規範他給他20年的時間他就證明他他自己是是亞洲最重要的商業城市 好的上海市博會在 在2010年半的時候呢剛好馬英九執政 那一年也是也是也是中國的經濟體量的超過日本的那一年 換句話說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把日本擠到後面去就是在2010年 這2010年呢從從全球經濟的角度來來講是中國崛起確定的那一年 那一年上海辦市博會 好那兩個關係又不錯所以呢你就你就會留下一個印象了就就是哎那年的台灣台灣在上海市博會呢是很活躍的有很多人呢到了到了上海呢去看展 我沒去啦那我很和很多的朋友去了 那帶了一些紀念品回來 好呢 上海是因為因為我我聽說去人人擠人啦就是就是因為我對我對人人擠人的事實在是 在是靜洩不明啊就說 不用不用提醒我那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喔我我自己的就知道所以我這樣人擠啊算了算了好所以所以在人很多的地方呢你大概都都不會遇到我 好當然但是上海市博會的不管是台灣館 那那個那個天燈造的造型的後來呢還還把他的搬回來的擺在新竹新竹市呢把他買了買回來把他搬回來要不然就拆掉了 那台灣館回來還有台北館而且呢在那次的那次的市博會裡面除了台灣館呢他做一個一個 在在餐展的人數來來講的台灣館在2010年的是上海市博會的地標性的建築之一 因為他造型非常有特色非常非常漂亮那也展示了台灣的軟實力 好但是他說那那那個時候都可以用台灣的名義當然了從從大陸方面來講那時候兩兩岸關係好喔所以 所以台灣台灣講的呢 大陸方面來講的基本上 只要只要不讓他太為難的他也就盡量的就將就的配合 那大陸方面從內部的解釋來講就說那這就是地的地方館 而不是一個國家館 那那台灣方面就知道知道你大大陸的是把我台灣定位為地方館 那就像香港的澳門那也都有館定位為地方館 可是那台灣的就不一樣就是你幫我當地地方館那我那我對對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怎麼交代呢這個呢一定回頭說民進黨的一定臭罵你上權入國丟人現現眼管你把管辦的多多成功回來一定的是一頓臭 那是民進黨的慣性 好那難道說難道說你你你你你你不叫地方館的民進黨就不臭嗎不會一樣 好但是呢總總是杜悠悠之口嘛所以呢台灣館的就沒有雖然的在內部大陸內部來講把他定調為的是地方館 可是呢在在在管的陳列呢跟跟他的建築的位置上面來講的就沒有跟地方館在一起 就跟著呢其他的其他的這些呢 這這些的各各各國的這些的這些國家館 那在在的同一個區塊里面好那大家就得到了一個一個平衡 那台灣的在世博會裡面大大的露臉 那這一次的大阪要要辦展的時候的昨天的昨天的中國時報就說那那還不能用台灣呢日本不是哥們嗎 不不是那大哥哥嗎 那大哥哥三個字聽起來就是覺得 呃 你你你不覺得聽起來 聽吳釗燮這樣叫做你你不覺得聽起來有 有點A嗎 大哥哥 今天聽起來算算算不學他了 好可是 2025年的大阪館大大版的博覽會因為這次1970年時隔55年就大版再一次的 辦博覽會 台灣到你你或許說我不care博博博覽會可是你你總要care台灣的可能要花20億啊 去參與 而且 台灣 中華民國都不能夠在大版館裡面出現 那他就那我花那麼多錢幹嘛呢 他會看到看到看到什麼呢 會會會會看到一個一個玉山科技呃什麼什麼會的 會叫說呢 用一個商業機構而那個那個商業機構呢還是為了辦這個展給日本人面子給大版面子 然後然後然後呢在在在日本註冊登記的 大版了大大版是什麼地方大版的就就就是呢那個我們外交部的處大版處的處長蘇起成被害死的地方 就是大大版 然後 我不知道呢就如果如果2025年呢大大大版館的時候呢要不要把蘇起成的這個就說呢 事蹟 呃蘇說蘇起成的遺照 在大版館的好好的陳列一下 讓大家看一看呢我們的駐日單位呢到底在幹些什麼 到不管是東東京大版對我來講都還算手無的啦我我都還是常去可是 你知道一九一九七零年一九七零年日的日本在在辦萬國博覽會的時候大版在在辦萬國博覽會大 一九七零年大版的萬國博覽會對日本來講的也是一個戰後史的標誌事件 因為因為二戰的時候日本 戰戰敗嘛 那被丟了兩兩顆原子彈之後的斷源殘壁 但是日本的戰後的復興速度很快因為有美國的幫忙 隔二十年的時間 東京的就用東京奧運的證明了東京已經恢復舊關東京大轟炸的時候呢因為很多的木造的建築被燒的亂七八八糟的 可是二十年的時間東京說來我辦我我辦奧運會大家來那看看我東京的現在的都恢復了 那大版的大大版的就是一九一九七年再隔幾年之後 一九七零年的大版的博覽會大版也向這世界宣告說我大版已經復活了 這兩個是事件奧運東京奧運呢跟跟大版的士博會就像是二零零八年的北京奧運跟二零二零一零年的上海的士博會一樣 他都是這兩個國家的標誌性的事件雖然中間的相差了五十年的時間 可是呢上一次的大版士博會的時候 那台灣是怎麼參加的台灣是用中華民國的名義參加的那個時候的日本還沒有拋棄台灣的中華民國 因為一九七二年才斷交所以我們是用用中華民國的名義而且那個時候的中華民國館 設計中華民國館的是貝玉民 這世界也頂的頂級的頂級的建築設計大師 可是隔了五十年之後我們現在跟日本的關係不是很好嗎就民進黨關係不是超好嗎 這麼好的關係為為什麼台灣兩個字都用不到 我昨天上班在其實裡面裡面講因為時間很短 我坦白講 不用去努力了你你不要再在為難 為難 謝長廷 不要再為難蔡英文 就算是安倍安倍死了呢去去去加計的賴清德你也不用再問他了我告訴你沒有任何的機會二零二五年你就是不會看到台灣 更不要說中華民國都不會看到 裝模作樣的台語關係多好那像這種這種活動都都是照妖境但是你也不要去怪日本因為因為那個是一個國際的策展的規範 如果你在台灣 另外一個主要在台灣 我看 Cantonese的狀況是否您從未來想要看 在這裏 什麼時候的